接着说五粮业的历史 四十年代是因为战争 宜宾的酒坊基本都倒闭了 解放后国家开始扶持 先是五一年 联合了当地很多酒坊 成立大曲联营社 后来规模大了 又成立国营24酒厂 再后来扩建成立宜宾酒厂 那会宜宾酒厂是酿酒人才和设备都起了 但是唯独差五粮业的配方 那之前说的五粮业配方呢 最后是传到了邓子军手里 邓子军那会是七十多岁了 他得到配方之后 都是业里一个人配粮食 那配好了第二天呢 再给徒弟去酿 所以只有他知道配方 那宜宾酒厂通过很多次请求 请求他献出配方 结果都被拒绝 那后来是有关部门去做工作 邓老才把配方献出 再往后呢 五粮业产量就越来越大 到57年宜宾酒厂 改名叫宜宾五粮业酒厂 下个视频我们再说说 改名之后的五粮业故事 请看下集世界五粮